來到我香噴噴的頻道 喜歡的可以按下Like 未訂閱的朋友記得快點訂閱 還有要記得按小叮噹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影片 如果你分享給你的朋友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芝士蒟藥燒 材料非常簡單 醬汁方面隨你個人喜好 配搭方面我覺得這三款是最好吃 椰菜洗乾淨切粒 蒟藥如果你想切細小粒 就要在中間開邊再切細 切細小就可以方便家裡的長者和小朋友吃 不怕牠們接近 還有牠們的口感也很大牙 鋁藥都是女士們減肥的陰物 菇菌類 沖洗過記得要印乾水分 把它切粒粒 和爆炒至金黃色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準備粉漿材料 低筋粉才過篩 過篩後加入蛋漿 一邊拌均勻 一邊拌均勻 然後加入牛奶 記得要逐點加入 如果不喝奶的朋友 都可以加豆奶 最後水分都可以加進去 記得慢慢加一邊拌均勻 令粉漿和液體完全混合一起 最後我們把蔬菜粉加進去 可以提鮮的 如果沒有可以用鹽代替 現在把粉漿過篩 這個步驟千萬不要忽略 因為把粉漿過篩後 它會更加幼滑 記得逐小地倒入過篩 還有 你在這個過程 你可能會見到 有些粉粒或粉漿 好像卡住 都流不下去 你只需要用一個小刮 在篩的底部 重複來回刮 那粉漿就會過濾到 下去 好了 我們現在是時候下鍋了 不好意思 說錯了 應該是說下章魚燒鍋 你不要以為 看照片好像很漂亮 其實我們都失敗過很多次 才成功 因為這個章魚燒鍋 忘記它夠熱的時候下油 它好像完全沒有反應 失敗過很多次之後 就知道了 原來這個章魚燒鍋 要有一定的熱量 你才倒粉漿下去 它會有很清脆的炸炸聲 哇 一倒下去那一刻 你已經覺得 一定很好吃 現在放的是天婦羅粒 天婦羅粒 就是用天婦羅粉混水成粉漿 預先炸 平日焗烏冬或是焗麵 灑在上面 很好吃的 現在我加入紅蘿蔔粒 和蒟蒻粒 放進去 這款的口味 我就覺得不是最完美 我後面會介紹一個 我覺得是最好吃 又最簡單 又最容易成功的 現在這個是一個教材 我會教大家 怎樣分辨 什麼時候應該 反轉 你看看 現在其實 你看到它有 升起的現象 升起了 即是可以反轉 但正常來說 我們不應該倒至剛剛好平滿 是應該倒至現在 全部都溢出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你都溢出 你現在 我們將它每一格 分開分開分開 其實反轉了 在下面便會有餡有料 如果你只是平滿 然後反轉 做出來可能好像半球 就變成好像不完整 現在你看到 將邊邊的材料 其實折回去 如果可以的話 夠大膽 其實再添多一點粉漿 但可惜 我這個 如果你添太多的話 它在兩邊耳抽的位 它會流寫出去 哇 流到我整張桌子都是 到時我都不知道 是顧著抹桌子好 還是繼續燒好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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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中間的火比較大 所以你看看 我們 會把外圍 和中間核心的位置 不斷地交換位置去燒 這樣才會每一粒都很均勻的膚色 這樣 大家有沒有試過買舉藥這個材料呢? 如果有試過應該知道 打開這個包裝的時候 它有很強烈的味道 記得沖洗幾次才好拿來用 它成本又低 口感也好 不妨拿來試 這個就是成功版 你看看多大粒 而且不需要太煩 在中間開邊 切大大粒放在中間 煎到差不多要放 最好吃的芝士 如果家裏有芝士烘的朋友 真的這個時候可以 有多少多少都可以 但是你要預留粉漿位置 這個時候就要添粉漿 如果你那個盒子 是不怕溢出來的話 就可以有這麼多 添多些粉漿下去 我會有少少少 怕溢出來 所以你看到我去到哪邊的位置 我就要收手了 這個時候當然要叫家人 一起幫忙做 這樣才可以快點 有得吃 咦? 我沒想到我家的男人 手腳這麼快 你看看他 我做一粒 他好像做了兩三粒 不愧我平時煮這麼多好東西給他們吃 嗯 他們是時候發揮他的功能 而兒子 就不肯做了 因為他試過幾次 他說很失敗 每次都變成一粒 但一粒不重要 大家記住不要怕失敗 好吃就可以了 大家或者可以先試一下我這個配搭 舉藥加芝士 哇這個配搭簡直是沒得輸 如果可以的話 加少少椰菜粒下去 更好吃 你看到這裏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 最後你當然要加你自己喜愛的醬汁 我就加了沙拉醬和蜜糖芥末醬 灑多一點點芝士 再放芝菜上去 這樣就完成了 但是家裡的兩個 煙尖大少就跟我說 媽咪 你都沒有下燒汁 怎麼叫做芝士舉藥燒 做媽媽的當然是易話不說 第一時間整支燒汁 放在他們面前 你們自己慢慢下吧